轎车失控从对象撞进超市骑楼 铁卷门当场被撞翱翻起车头全毁 引擎盖弹开电池零件攀飞 当下撞击声响惊动附近邻居 轎车冒出大量白烟喘出真正哀嚎声 附近民众一涌而上打开车门 嫌救出后座一岁男童 另一边后座女童撞到前座椅背 嘴巴撕裂伤腹部擦伤脑部出血 而驾驶座男子右脚踝骨折卡在座位上 副驾驶座妻子没有呼吸心跳 消防道场移入CPR送医急救 而15岁的太太伤重不治 2岁的女儿目前昏迷人在贾湖病房 死亡车祸在彰化普姓19号晚间10点半 男子再老婆和一对子女回家 疑似和妻子在车上发生争吵 导致车子突然失控 自撞路边超市 就是回娘家要带她的妻小到夜市去 后来在中午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他们前座是没有 两位是没有吸安全带 那这个部分到底是附近的民众 要救护的时候跟她松开 或者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还在调查中 无故被撞的超市 玻璃跟铁门全都得更换 业者很无奈 维修费至少要花10万元以上 男子吵架情绪失控 不胜超速自撞 太太因此死亡留下两名年幼的孩子 记者综合报道